被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 绑架了以色列人质家属在内的民众 4号在特拉维夫举行了抗议活动 那抗议民众聚集在总理纳坦亚胡的官邸外面 高举以色列国旗还有标语 大声喊着他们的诉求 一名抗议者不满的说 他认为现在整个以色列政府是不合法的 而且政府做的任何一个决定都攸关于年轻一代的生命 还呼吁以色列的领导人 确保释放被哈马斯扣押在加萨的人质